好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第二組 然後我們的 我是李夢如 然後這是朱俊華 夏宇傑跟張承毅 然後我們的專題名稱叫 萊丁卡 其實就是Writing卡的意思 好 然後首先我們會 在第一部分 我們會先介紹我們的創意發想 然後到我們產品整個架構介紹 然後再來是我們控制畫圓的理論 創意發想的部分呢 因為課程的設定是要能夠畫圖的車子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取代人力 那取代人力要做什麼 就是希望他以後可以去做一些高危險的工作 或者是說勞力的工作 例如說在馬路上畫線 那這時候馬路上畫線需要的範圍就很大 所以我們希望他可以自由發揮 讓大小可以變得很大 空間沒有限制 然後再來就是可以讓他簡易操作 讓不管什麼年齡層的人都可以使用自己去玩 好 然後我們產品的介紹主要有這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同心圓的繪製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可以自己畫圖形 然後是在手機上面 好 車體的結構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設計 為什麼設計成這樣圓圓的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車子看起來是四四方方 就是很普通 然後希望可以可愛一點 可是這個設計在後來的馬達到破之後打破了 因為馬達很大 所以我們必須要摒棄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就變成回歸到比較普通的 比較方一點 然後可是他底座很大 然後上面這四個孔呢 是可以用來鎖馬達的 然後前面這四個孔是用來鎖輔助輪的 那中間這個洞就是我們畫筆的 進出的孔 那上面這四個柱子就是用來把我們的電路板架高 好 然後這是組裝完成的成品圖 然後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筆架 然後電路板在這裡 然後其他的馬達輔助輪 好 然後再來是整個系統的架構 我們是用Arduino Mega板作為控制器的 那電源的部分呢 是由四顆的18650的電池來供電 那經過一個穩壓電路之後 供出來的12幅我們才拿來使用 那透過這Arduino Mega板 我們控制了L298N的馬達驅動板 然後還有我們HC06的藍牙控制器 然後再來是我們計電器用來控制我們的電磁鐵 好 然後電路板上面呢 有兩組穩壓電路 分別是供給兩個馬達驅動板的 然後上面還有一顆計電器 這一顆就是用來控制我們的電磁鐵 那後面會講說為什麼需要用到計電器 因為這一顆電磁鐵的規格是12幅 那它吸力是5公斤 那需要這麼大的電壓電流 我們不可能直接拿Arduino的輸出來使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Arduino去控制大電 那時候我們就選用計電器 就Arduino如果通電的時候它就吸 如果不通電的時候它就沒有通電 它就不會吸 那我們選用的筆呢是用摩擦力 我們認為摩擦力是最小的 用小毛筆 然後在上面附上一顆螺絲就是鐵塊 讓它能夠在這個中空的筆管裡面進行吸放 然後這是我們的整體的設計 好 大家好 那現在我要講的就是我們 讓我們車子走動的控制理論 那我們沒有什麼複雜的演算法 那就只有非常嚴重的圖 對 就是馬達 我們就是採用我們動態所學到的馬達的控制方法 那沒錯 我們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要做的就是馬達的ID 沒錯 好 那我們需要馬達ID 所以我們需要最重要的參數就是角速度 那角速度要怎麼來呢 首先我們有encoder encoder呢 我們可以得到我們的回傳的角度資訊 theta 那得到theta之後呢 我們當然就做微分動作 就會得到我們的速度omega 好 那有這些數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製造出 不是製造數 就可以算出 算出我們的 我們的tau 然後alpha beta 那我們就可以再算 帶到上面這個公式來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的馬達的方程式 好 然後 好 這是我對我們左 對 左邊馬達做的測量的結果 然後回傳到 manlabs計算之後 算算算 之後我們得到我們alpha beta 值大概長這樣 然後之後我們也對我們右輪做了測試 其實基本上都還算蠻準的 一樣得到我們alpha beta 那有這些值之後呢 我們下一步就是要做pi control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因為我們要做速度控制 好 那這一樣我們從動態課程中就學到了 首先我們要做速度控制 當然就先對我們的輸入電壓做調整 那主要呢 還是由我們的 我們用這個 arrow Arrow 向錯的控制 我們只要給一個我們想要的 desire的omega值 那我們用這個達到我們的 arrow 去得到我們的電壓 那再經過一系列計算之後呢 我們可以求得我們的 kp ki的關係式 就是有跟 浪達 alpha之類的關係式 那這些值我們就直接帶他去計算 ok好 那這些複雜的步驟就跳過 我們直接看結果 我們左輪右輪就得到各自的kp ki 那值大致上就像這樣 ok 好 那有了這些值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控制的原因當然是 走直線嘛 這是每台車一定要做到的目標 好 所以我們當然 走直線的要求就是 兩邊的輪子速度要一樣 所以就是左輪速度要等於右輪速度 好 那這就是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 好 基本上看起來就是直的 沒錯 它是一條直線 所以畫出直線是非常輕鬆的事情 好 好 那下一個我們在講的就是 畫圖理論 ok 那我們的畫圖理論呢 第一個 我們要畫兩 不好意思 燒焦味 ok好 那個我們要畫兩個圓 首先我們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我們的圓心 畫一個圓 就是我們要怎麼畫一個圓呢 那有第二個圓之後 我們要如何從第一個圓移動到第二個圓 這是我們要克服的問題 ok 好 首先第一個 要怎麼畫一個圓 那我們從最簡單的方法去想 首先我們一台車 我們要往回轉 轉出一個角度 那我們以速度角 速度的觀點去看 就得到個omega 好 那這段距離我們叫做r 車長叫做l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 左輪跟右輪的速度比 也是外輪跟內輪的速度比 就是這個關係式 好 那有了這個關係式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速度 直接帶回去我們原本得到的公式 我們就可以進行畫圓的動作 好 另外一個就是畫圓理論的第二步 就是我們要如何從內圈走到外圈 大家會想說我只能畫直線 又只能畫圓 那我到底如何精準的走到第二圈呢 首先 我們有了第一圈 做完之後 我們再走一個半圈 那我們走一個半圈之後停下來 再走 我們就走完一圈 你知道看這個半徑比 首先我們先走個r 這就是我們的小圈 走完之後我們再走1.5個r 再走個半圈 之後再走兩倍的r 再走一整圈 那你會發現這樣走出來的兩個圓 半徑比就是1.2 但 你再想想 我們這樣用來的功能 只需要一直畫圓 畫圓再畫圓 所以我們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 讓我們的畫圓更精準 只要我們的畫圓準 那我們的1.2圓就會準 OK 那我們也是測試過之後 我們也可以畫出漂亮的兩個同性圓 OK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demo時間 應該畫得下 只是 就可以啦 可以啦 稍微放中間一點 謝謝 我們目前畫的1.2圓大概是30 半徑30 30多公分跟60多公分的 半徑 稍微大一點 那我們現在是透過藍牙連接去控制它 要做進行的模式 它走的有點慢 要稍微等一下 好現在是我們畫完我們的第一圈圓 但是 這個起步地方 因為一啟動電壓會比較不穩定 所以有一點接不穩 但沒關係 我們 這次demo 我們第一圈會走兩遍 然後再走到第二圈 然後再大圓也會走兩圈 然後讓大家看到說 其實 一開始那個 誤差是很難去避免 可是在第二圈的控制上 就可以跟第一圈其實是很接近 那第一圈畫完之後 它就會 電子鐵就會操控把筆吸起來 讓它不會再繼續畫了 所以可以看到說 它現在是沒有畫出軌跡了 等到它走完1.5倍的R之後 它才會開始繼續 把筆放下來 畫2R的大圓 便要只是拍到小明道 可以拿到小明道 在那邊 然後再次這一個 並按照 那些水 有些水 稍微久一點 慢一點比較準 太快會暴走 會畫兩遍 等一下畫完第一遍其實就看出來我們的比例 只是第二遍是會讓大家再看一次說 我們的線頂期是很精準的 基本上我們現在設定的半徑比是比較大一點 我們目前測試過了我們半徑比 現在這個圓基本上還可以再更大一點 只是沒有地方可以畫 那再更小的話就是到內輪停止 就是只有車身的一半長 就是我們最小跟最大圓大部分是這樣 大的話基本上其實應該沒有限制 因為其實只要算得出的速度差我們都畫得出來 只是要有足夠的場地 好 那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我們的連接點已經過了 所以非常完美的結合 那我們就要畫完我們的兩個圓了 基本上現在就可以看出我們是一個 兩個同性圓 那也可以拿起來量了 OK GO 我們對我們的圓有信心 幹嘛直接量 不要卡到桌子 先量小圓 等一下 不是不是 車會走到那啊 你們量值的 量值就好 OK好我們現在畫完兩個圓 這樣我們所有的功能就會停止 好那我們的DEMO就到這邊 那以下是Q&A時間 好 那我們的DEMO就到這邊 那以下是Q&A時間 對 沒錯 這就是我們最厲害的地方 你剛剛在假設那個ID的時候 不然 你做的DTK 我看來都是負責 對對對 你能不能解釋一下物理 是放大器用負向放大器 負向 喔 你是說上 這樣 ID出來的KPK KPK會在負值 負的意思 等一下 在控制上 提供負的負的意思 負的意思 你的值才不會 無線上漲 但是負的意思 其實應該不是負的意思 是控制的部分 它怎麼會有主要 它是一個負的什麼特別意思 那你負的意思 什麼特別意思 負特別意思 這個是個好問題 好這個 我跟學員講 你問了什麼好問題 嗯 老師不好意思 我沒有學好 對沒有學好 那好問題都會講答案 其實我也是覺得 算出來就應該要是負的 可以啊 算要是負的 但是要講個道理 講個道理嘛 你問一下電腦是咖啡 什麼咖啡 好 那這個 回去研究一下 那你不是還跟別人說選嗎 對啊 因為 是因為 因為你本來是 就是複雜啊 正常來講 順出來本來就是複雜啊 哪一個 就是你這樣一系列算下來 就是 算起來都是複雜 只是物理意義 不會解釋 數學上就是算起來都是複雜啊 我只是不知道物理意義 嗯 好 尷尬尷尬 那我們可以問老師是什麼啦 可以請教老師嗎 可以請教老師嗎 你根本看不懂在寫什麼東西 你要讓他 他把他把你選了那個 是讓他後的位置 對對對 所以你選一個100跟400 是 那ok啊 那你的數學寫起來 一定是複雜 那可以這樣算有複雜 對啊 那你怪怪的啊 那你選了他搞錯了 沒有吧 我check過應該是正確的 那你那個讓導演應該是負100跟400 可是因為我上面 我在 應該是負100跟400 可是因為我在上面的公司我原來是寫 負 就撿 你用撿就直接把他的文字 就是我是直接當他是 就是 欸應該是我上面符號的問題 因為我上面符號是剛好反過來 對啦 對 這一邊 上面是RUN 對啦 你那個iNJPT的正直系 是是是 是是 好 那這上面公司表示法有點問題 ok 所以你說出來不知道會怎麼做 有啦 我知道一半啦 只是 比較 模糊一點 模糊一點 還對 還有一半 下次公司要寫好了 好好好 那那個Motelope 那那個Motelope 那個Motelope 因為公司最基本比較save 你iNJPT 你iNJPT 然後拿著正直 那不是世界大亂 好好好 所以你不畫上天好 所以你一直在我看 我一直看到這樣說 因為我一直跑出來在那裡 但是我的東西告訴我 對 okok 好 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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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好 那我們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